就是豹紋圍巾 然後他們是用的是小碎花 小碎花在今年會略有一點 稍稍稍微退流行了一點 看起來感覺像去年的 然後今年拿起來再用這樣 今年豹紋真的還滿重要的 動物紋 對 動物紋 包包啦 對啊 像外套裡面也是會 就想盡辦法加一個這種 動物紋也沒有力度啊 所以今天的外套很重 裡面的內裡 對 它那個內裡很好看 內裡是桃紅色的 就很漂亮 就是又有一點低調 但是還是有一點炫耀 對 真的 要 一定要 好 所以這個暫時是我們 羅恩這組領先 好 請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其實有時候我們出門 真的來不及穿搭 有些人習慣比較好是前一年搭 但真的很急的時候的話 請問你們會穿什麼 像我如果真的來不及 我就會拿那種比較長板的梯 就是你直接套上去 然後當洋裝穿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 就是如果你沒有化妝來不及 可以戴這種就是像很流行 那種比較有型的眼睛 對 然後或者是 然後會戴這個帽子 然後會看起來很有型 然後再加上飛鼠褲 直接套上去就直接去出門 就有型中性的 妳的飛鼠褲借我們看一下 飛鼠褲 它沒有很飛鼠 就是有一點點小飛鼠 這是燈飛鼠 算是亞洲款對不對 這一點點 就是我家裡還有很多件 對 好 NONITA 就是我覺得就是 像我的話是很喜歡穿小洋裝 就是一層洋裝穿上去 然後或是長版的 然後如果覺得就是很普通的話 就是像今年秋冬 就是很流行 羽毛的東西 然後這有點誇張 但就是有很多髮褲 或是髮飾就是是羽毛的 然後就用在頭上 妳會上學戴這個喔 羽毛真的太誇張了 因為一點 那個黑毛的那位 妳還很毛耶 太多漂亮了 妳上學會戴這個 上課就是可以不要這麼誇張 也是有一般的 譬如羽毛是平的 然後是素色的 但它還是羽毛 或者妳可以拔兩根 插到妳的帽子上 一點點就好 拔兩根 拔兩根 插在口袋 不然會很像那種要相親 就OK 插帽子 就一點點 因為其實像RUNWAY上面 設計師他們都是會在上面 譬如說別針或徽章上面 加一點點羽毛的重點 不過兩位請問一下 就是有沒有一個顏色的選擇 事實上我們出門很急 不知道要穿什麼 難道就是黑白兩色嗎 還是可以多 就是說很 沒有辦法 沒時間搭配 週末狂歡HAPPY NIGHT 這樣穿才最喬眼 週末狂熱那種感覺 這種搖滾的味道 是嗎 大學生了沒 沒有辦法 沒時間搭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如果說像 因為那是因為秋冬 真的流行黑色又回來了 然後今天黑色會很重點 但是我會覺得你可以 像剛剛講就是有一個那種絲巾 可能是暴吻的 或者是它可能顏色比較鮮豔 桃紅色或是那種亮藍色 就搭在就是掛在脖子上 然後你可能是白色T恤 或是黑色背心 一個那種Skinny的牛仔褲 我就覺得就很有型的 用這個配件 當作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對 小吉呢 你的建議是 我覺得如果黑白以外的話 可以大地色系 其實比較安全就是 這麼大地色啊 大地色系 對 那其實今年 見黃色很流行 對 大地色 就是舉翻褐色啦 借黃色等等 有點借墨黃 對 借墨黃 今年超流行 這挑不挑膚色穿 其實我覺得還好 不要挑鮮黃 挑借黃色 那其實反而會讓皮膚變得變白 暗沉的人是不適合戴穿 你會不會這樣跟著 我覺得要變成說 你要搭乘 就是你不能整件都借黃色 可能它有加入一點點褐色啦 像這個 那像這個帽子還可以拆掉 對 就是 如果跟姐姐一起買的話 就是兩個人膚色不一樣 還可以夠用 其實秋冬也流行像這種裸色啦 就是裸膚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裸膚色 其實亞洲人川會讓皮膚變比較 白一點 亮一點 粉一點 所以秋冬其實你可以選一些 裸膚色的顏色做一些搭配 或者說你可以用腰風來做裝飾 像剛剛的咖啡色 腰風其實也是有畫的 腰有腰稍微 一定要選黑的嘛 要有腰 要有腰 可以選咖啡色 對 然後 或者是這種可愛的腰 這有點太亮了 黑好可愛喔 就是你可能黑白讓你配一個比較 就是跳色的一個腰帶 專家介紹的單品 都是好搭又不容易出錯 各位懶得花心思的同學 不妨多試試哦 女大聲的宜舟穿搭 也要進入週末 繼續PK囉 Model先進去換 然後我們請設計師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小景 你們的重點是 我們重點就是 禮拜五可能會晚上會跑趴之類的 然後所以我們會添加一些 今年比較流行的元素 就是搖滾的一些亮片 或者是毛釘的設計 就是當作那種 週末狂熱的那種感覺 這種搖滾的味道 好 那羅文這一組的重點 DISCO風 對 大家出來就知道 好 時間到 來 首先我們羅文這邊是 DISCO 還沒好 好 那我們先從小蘋果 DISCO 算是嗎 究極是 來 接下來羅文這一組 這兩組 你小心來講評一下 是嗎 我坦白說 我看不看出那個搖滾風在哪裡 搖滾 就是沒有看到說 因為它這個是毛泥曲 你知道嗎 所以它要把它變成搖滾風 其實它會變成一個很大的敗筆 太軟了 對 因為它就是完全是 很難在搖滾的那個世界 會出現的你知道嗎 是 對啊 然後這一組 我覺得它的DISCO風 是因為它用到很對 是用亮片 亮片裙 對 亮片裙 就是它是有一個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你可以加個腰帶 因為你的上衣是白色 你裙子是灰色 會覺得沒有一個界線 你知道嗎 你剛剛不是要加嗎 對啊 應該要有腰帶把它加起來 會比較好看 可以啦 我們節目沒有那麼嚴格 有加沒加就差很多了 對耶 對啊 你看這樣子 就一個腰型也出來了 對不對 就更好看 卡登七 對 然後它保留 原來那個項鍊是對的 因為其實DISCO風 必須要有一些很鮮豔的顏色 要在身上 好 那麼在這邊 羅文跟小景組 1號跟2號組 請兩位舉牌 請舉牌 好 又是羅文組贏了 為什麼 什麼 我就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他們的搖滾風 不夠明顯 對 而且這個裙子 可能應該要換掉 妳這邊有可以幫它搭的嗎 裙子的話 裙子啊 還是說妳媽 還是說妳媽 可能只能用靠腰帶 就是一些 是 它帽子要不然拿下來 或者是鞋子啊 對 鞋子 其實可以配上這種 就是很明顯 它就是絕對是很搖滾的感覺 對不對 每天用穿就抵著 然後這個穿上去 來 妳把它加上去 後面的 來 米露鼓幫忙 然後妳脫鞋子 來 脫鞋子 我覺得這裙子不行耶 不行喔 這裙子真的不行耶 看了有點不舒服 裙脫掉 把裙子脫掉 這裙子真的不行啊 像是那個大哥的女人 如果沒有皮衣的話 妳可以就是有一個代表性的感覺 然後鞋子一定要換得上 有一個代表性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個鞋 大學生有點太Over了一點 對 但是是不錯的商品 但是我覺得配個像這樣的 平底的馬丁靴 就有縫裡的女性 然後帽子可以戴一個嗎 帽子來一下 平格 好 請走秀 好 有NANA的感覺 RUCKER 所以整個問題是出在 小蘋果的頭太大嗎 小蘋果 這不是你的錯 人漂亮不戴帽子也無所謂的啦 馬上一週穿搭 要來到禮拜六的重頭戲囉 來 星期六 星期六